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香》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我许珊 另外是我们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首先包定头盔 你们两个人渣 人家已经说伤心欲绝了 你们一开播就说哈哈哈哈去面对 有没有搞错 记得有时感情这家事 当你交了一段时间之后 再回首前陈往事的话 可能你会感谢当日要离开你的人 或者会感谢当初你自己要决定离开的自己都不顶 是呀 可能是好事也未定的 所以有些事情说不完的 虽然分手也是伤心的 但是过多一段时间之后 再回想回去 原来当日分手的决定 可能是非常合理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事发的这件事里面的两个主人 现在或者移民的 究竟他有什么原因 以及一定要离开香港 因为我们要知道 现在那些人的移民 跟我们想当年 在黑暴事件之前 有不同的 他们的心态会混合 香港不能留下人 或者看到有什么移民潮 很多熟悉的朋友 都离开了香港 自己还留在香港托塔吗 或者可能觉得香港也不是由智及兴 或者是什么金融中心为止 还是怎样的 你要有这些理由再混合下去 再将自己美化成为乱世儿女 是吧 痴巾 什么乱什么世 不过是的 他们将自己那种这样的决定 或者自己的行为 glorify自己 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很英雄的 所以也会有一首歌叫做《远荣光归香港》 真是痴妈跟着唱了 好了 究竟这件事的主人中是男还是女 其实都好像没有他很清楚地说 但无所谓 男也好女也好 他们这对情侣 还是夫妻 应该似乎是情侣 看起来就像 他有个这样的说法 他出了一个这样的帖文 去跟网民讲一下自己的心情 他就说 还有半年就到自己一个人赤身移民 另一半决定留在香港 我们两个最后的共识就是决定分开 自己 不是啊 我自己对于移民是很有决心的 但是 要分离 就是上心用截 哇 真是 这么惨啊 是呀 很可怜啊 要像杨过那样 要吃那些什么绝情丹才行 等自己 种情花毒太深 就是你一想到孤孤的那些 想着他 你就立刻就会很痛 你越爱孤孤就越痛 就是要吃绝情丹 这个人变得绝情才行 就是他很想去移民 对于移民什么都好 英国也好澳洲也好 就是现在这些移民门南低 就是会出现了这么多这些情况 就是他很想离开香港 也都想好怎样 但是另一本就不肯 一定要留在香港 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 但是总之他真的很不舍得他 但是他 就是说了 人就是要停要做取舍 接着他放了一个笑笑 究竟是伤心还是怎样 就是怎么样 徐小鳳那些 是不是有首歌什么 仍然说笑 仍然说笑 不过者是虎笑 哦这样的吗 那次 好像你看到他笑 但是其实是虎笑 这个不知道 大家可以留言说一下 他说 见到身边的朋友 都是一对对这样走 人在异地 可以有很直接的陪伴 可以两个人一起去面对 我倒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经验 或者有些提示给到我一起聊一下 真是那种人性的挣扎 那种人生里面要经历那种矛盾 是多么大 一方面就觉得 半年后 BB 我要跟你分开了 你有你的生活 我有我的父录 就像那首歌那样 好瘋啊 如果有一天 我们在街头再见面 我们可能会点一点头 然后再说声音 是呀 我认为是这样 天国一帮是不是 是呀没错 是吗 是余真那首歌 哎呀好可怜啊 你想想一下 即是突然间有一天 可能我移民成功 有了英国的身份 我回到香港 是不是 即偶然在街头 撞到 撞到就点头了 会不会这样呢 是吗 可能到时以后 在街头撞到 看到你的前度 是拖着你一半 还有子女的时候 哇 那种感觉呢 而自己 还是单身的 哇 那个冲击是多么巨大呢 哇 真的呢 是的 真的伤心死呀 哎呀 不过有趣的 我们看到 那些网民 给他什么意见呢 这里就更加之精彩了 哎呀 对了对了 两种都有 不如我们先说一下 一个人又怎样呢 有些人会觉得 一个人就是一个人 好很多的 有些人会说 道不同 不相为谋 证明他不是適合你的人 快点散 不要妨礙自己 即是你觉得 他仍然想留在一个这样的香港 就任由他了 是不是呀 这么喜欢香港 香港不能住人的了 就已经跟你不合channel了 就走啦 哦 不过有些人就会说 立即又跳到另一边 不要呀 自己的一个人移民 很快就会顶不住回流了 不过有些人又会觉得 不是呀 两个人一起可以叫共同面对嘛 大方向一致 那就行啦 现在就是那个 说不想去嘛 所以如果不想去的那个 你逼他过去 或者你哄到他过去 他很快就可能会 因为在英国的生活不变 然后就会 慢慢就会开始叫埋怨 还是怎样的啦 这个肯定会的 你去到新的地方 而又不适应的 觉得很多东西 都是不清心满意的 很自然就会找另一半来出气的啦 就会变成埋怨 这个又是麻烦的 当然啦 有一些人 我不知道他留言给他的人 他是什么阶层啦 他就觉得挺有趣的 他说到 为什么呢 一个人去 才是好呀 因为你那个低点 你跌到几低也好 就是你到时去到英国也好 去到哪里也好 你多么贼 你多么辛苦 挨面包 挨薯仔 挨薯条 总之呢 喝牛奶 因为牛奶比水便宜 只是这些都行 你把你的生活降到最低最喘 你都不怕 因为你都可以继续坚持得到 你不需要想到另一半 就是刚才唐人都说了 另一个不太喜欢的 来到又会吵 还是怎样的 到时就麻烦了 你一个人 底裤几天都不用 没问题 房子有多么窄 有老鼠也好 都没问题 发毛的都没问题 也不用顾着另一半 他的感受 还是怎样的 总之你搞到自己有多么窄 都不要紧 到时他可能会埋怨你 还是怎样的 除了是分手 其实我们两个都很难过 无疑 两个人的条件 工作范畴 性格 价值观 家庭背景 都不一致 因为大家做的 都付出了的东西 都很庞大 特别是一个 这么大风险的决定 那不知为什么 这么大风险 你还要过去做什么 就是 罗夫黎珊 想觉得人生 应该要冒冒险才行 是不是 可能他是这样想的 想博冒冒险 我觉得在香港生活得很沉满 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从移民这件事情 就看清楚 你原来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现在的意思就是 一个人的能力 一个人能力有限 感情可以覆盖的 亦都可以有限 爱亦因为感而有限 无分对错 哇 厉害 简直是be water 你什么形态都可以变得 他说移民的决定是怎样呢 我个人的背景 和价值观去考虑 移民或者留下的原因 当中拉拉扯扯 大概是一半一半 并没有绝对因为要走的原因 或者绝对要留下 喂 这个这样的人 飞了他 绝对要飞了 那么神经病 神经病 男人都对我 是有利的发展 什么话 可以不用付钱 家人负担少一点 这么壞 有条件和能力 可以把握现在的移民机会 和我个人的理想 什么理想 我不知道你总结了什么理想 我最后是什么理想 那当然是搬货 其中移民的一个原因 就是不想给家人花钱 神经病 分担一下 家人的害资 就是这个其中一个原因 原来是这样的 这个人是这样自私的 如果留下就是另一半 这里是我最熟悉 最安稳的地方 未知道外国的生活模式 再建立和适应 国际形势不稳 国际形势 你又懂得影响到你 你是算得什么 你试试什么 断千万以上的居民 而你一个这样的 未正式成为当地人的移民 还要说国际形势不稳 对你有什么不利 去不去 真是很厉害 专财也不专财 厉害 简单来说 移民有一定的风险 和充满未知数 走一定有很大的决心 幸运的是我自己工作范畴 在外国都发展得很好 选择留在香港 大家都基本会 预想得到 结婚和各方面都会稳定 照顾父母 都好糾结 生不生小孩 供楼 在我最熟悉的地方 和街角继续生活 移民这个决定 我都想了很久 跟另一半的家人朋友商量过 幸运我还可以做到自己的决定 走和留就好像而言对立 但是现实就很立体 这人很斜的 未来是未知的 这个人对于一个未知的未来 就放弃了这个 放弃了另一半 放弃了另一半 但是对于一些未知的东西 就充满着幻想 明显是一个 这个天国一方 应该是由 现在留在香港那个 因为那些人都看死这个人了 迟早就会回流回来的 他自己都是 狠狠狠 怎么会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 就想着就要去才行的 未知而已 大佬什么 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 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了 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 为什么当初你要去移民 但是其实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是想知道 在你一刹那 我已经 不记得了你 记得你 接着就 细灵我 那些什么 什么情深一片 是吧 哎呀情不贵心啊 你傻人来的 傻人 快点散 不要沾起来的 傻傻的 你问理由 你可以 还能说你根本自己 对这个国家的认识是 未知的 什么都不知道的 就盲踪踪踪过去才行的 你不是瘋的这个人 不过也对的 你一个人 就真的可以无下险 没什么所谓的 其实人要撞一下板才会成长的 但是 至于另一半 你喜不喜欢你的另一半 常常撞板先 这是另一回事 所以就散了好的 不要沾在一起了 你们两个 我觉得那个 这么想移民这个人 他应该这一世都不要再找另一半 他继续在英国好好地生活下去就算了 所以 我们最后要给英国版的电国一方 他们才知道明白 究竟发生什么事 其实最后有一句 类似的独白 其实什么才是真实而恒久的呢 或者 我应该就这样保存 这份渴望和期望 让我相信 世上有一种幸福 不是移民就可以随手可得 尤其永远在掌握之外 有时候 移民的激情 触在自己手里 也会移民之后 会化成悔准 反而藏在心底 厌不移民 可以叫力久上身 贪求私募 只是因为刺 一切的眼泪 移民 所有我们的记忆 所有的私益 都是图然 那么厉害吗 那究竟你还移民吗 会不会呢 你想想 那些 让我心灵从得安慰的那些 我怕他去到英国的时候 会很有牵挂 牵挂 我想会的 夜难人静那一刻 就会有牵挂的 你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狠狠狠一个人 对着那四面墙 房子又冷 尤其是英国 冬起来都挺是夜的 在冬天的时候 自己的身又没有蚊 身无长蜜 再想想 过不过到明天去哪里 轮免这个 免费食物 想想 都难以忍受了 我就觉得 当你夜难人静的时候 跑开 你是香港放弃了的另一半 他的Facebook 他的社交媒体 你看到在IG 原来 他已经去到北海浸温泉 哎呀 在吃这个长脚蟹火 你 而在英国 天寒地冬 熬着面包 喝牛奶 你又会觉得会怎样呢 惨 有个惨字 也都好像这首天国一方 让我安堂月下 这个是你自己要选择的路 你说你很有决心 记住死也不要回头 真的不要回头 这么有决心 应该再回来香港 这些人才来的 留给英国 我想 其实我开始想 究竟送天国一方给他 还是送张小贤的散文集 谢谢你离开我呢 因为我看一看他的故事 他应该都是适合天国一方多一点的了 看他的势应该都是回流的 似是多的了 他也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就叫什么这个另一半 要跟他一起过去 你自己都是条条废的那些 很可怕的 与着这些另一半条条废的人 根本是不可靠的 照道理就不适合做其他人的另一半 大家怎样看呢 不如一起留言说 我们两个在那里谈谈谈谈谈谈 可能不太足够 大家补回一件事 你的看法 就会整件事 叫做立体很多 没错 他自己也说的 厌室是很立体的 未知就是一个未知的未来 这样啊 厉害 厉害 不得不写个福字 好 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